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门将证明了自己 门将表现出色 化解了这角远射 朱利亚 格罗索 判断到了对面的意图 抢断了 阿德莱纳 来啊 时机很准啊 抢断对手的传球 王霜 找进去里的队友 中路队友接到了横船 但对手的紧逼让他无法随心做出处理啊 好的 他们进球了 早早地取得领先 进球的回放来了 首先就是这角近乎满分的传中球 最后来了一角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滑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直飞往握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阿里莎 查普曼 迪安罗斯 很有威胁的传球 好好样的 他们对于刚才那个失球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强势扳平比分 这个球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情啊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他们这次在进门铸的位置找到了胜门的机会 门将没能把球挡住 比分被扳平成了1比 大脚转移到了另一侧 空间很大 往上 打高了一点点 球又被他们拿走了 张鑫 张锐 进球机会来了 好的 这球一进他们再次取得领先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得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提脚射门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特罗索 新科拉拿到了球 漂亮的防守重新铲回了球权 进了就是平局了 门将飞针把球扑出 很聪明啊 先控节奏 这是斯科特 传回给了辛克莱 倔强的机会啊 门奖相当稳健 脚球开出来 往前点打 出来鸣 他们这个连续倒脚 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什么角度不好 被封堵了 就这么轻易地 把球权交出去了 往珊珊 传给了劳伦斯 还是没能绕过方式队员 中方获得脚球 没有往进区中间给 而是选择了前点 阿德莱安娜来啊 文将挡住了这个球 已经让他进过球了 可不能再让他进更多了 来了个短子 交给了斯科特 这总该扳平了吧 危险啊 打中力柱了 好的 前场断球了 不可能被扑出来的 双方又从头开始啊 他拿球之后十分自信 抓住机会 过掉了防守队员 起脚破门 双方又打成了平局 真是难解难分啊 罗佳慧 克里斯丁 辛克莱尔 漂亮的抢断 他们又可以 重新组织进攻了 冒着点球的风险 铲球抢断 比赛还在继续 球是打在后尾的身上 弹进了球本 这个乌龙球 既不应该也很无奈啊 是啊 毕竟球往自己这边来了 你很难做出正确的 判断和反应啊 对啊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 三比二 直接攻门了 本将也是毫不逊色 轻松做出了扑球 阿里莎查普曼 边线球 顶着对面的比抢 在后场处理球 看这个直塞 没有越位 球成功送到了 王山山脚下 对方的领先 要是还没误热呢 他们就立马扳平 这样的丢球 造就了对方的进球 这样的丢球 完全没有借口啊 比分又被扳平了 起起伏伏就跟坐 过山车一样 阿里莎纳来啊 他一直带球向前 没能成功地将球打进 所以现在双方 依旧是平局 对的 今天双方的机会 都有不少 几次进攻 显得有模有样 希望能够再接再厉 这个球会有机会吗 好说 杉中找近距离的队友 伤停补师出来了 两分钟 拿到一个界外球的机会 卡迪扎不肯难 裁判事宜 上半场比赛结束 交换场地过后 由加拿大女足 中圈开球 展开了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这是个机会 门奖注意力很集中 一进飞扑挡住了射门 门奖这个位置就是这样 整场比赛都需要高度的集中注意力 看来正想办法找进去中的队友 犯规了 犯规了 裁判吹停了比赛 张鑫 王珊珊 他们失去了球权 德西雷斯科特 一次不错的推进啊 直接打到了对方的腹地 阿什利劳伦斯 这是阿什利劳伦斯 古旧的质量很不错 把了个短的 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 这球可能帮助他们领先对手啊 脚下非常有活啊 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 领先的机会 这球居然没进 他能措施这种机会 这可不常见哪 就是啊 阿里莎查普曼 格罗索 传给了辛克莱尔 漂亮的响段夺得了球权 王珊 王珊 反击的时候到了 防守方需要尽快回到自己的位置 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 在进区内马上用铲球破坏掉对方的进攻 王珊珊 不容错过的机会 他们及时破坏了对手的盛门意图 这次警报算是解除了 德西雷斯科特 来人支援了 他们控球控得很稳 直到他们丢了球权 有机会 别浪费啊 上枪非常及时 破坏了对手一个很好的胜门机会 解除了球门前的危机 开始反击 机会来了 看看他们如何打好这次反击 这脚球传得不错 应该能找到队友 门将把这球拒之门外 不过球还在场上 防线成功解除了这次危机 网霜 这球能传过去吗 失误了 他们把球去 认一球 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打门了 一脚认一球 直接破门 非常的精彩 这种球啊 我是百看不厌的 这样的弧线 是物理学和足球碰撞出的火花 是场上最美的风景 就在大家以为 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 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 比赛的胜负啊 阿丽莎查普曼 完全没感受到压力啊 她从边路横向内切 转中被拦截了 王珊珊 整场比赛开始 15分钟倒计时了 射门了 文将这次是小漏了一手啊 脚球落点 再进去中间 没能解围出去 射门挡住了 危险还在 在后场用滑铲 抢回了球权 反击这个选项 目前可用啊 王霜 看看老家会的处理 场上球权再次一主 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球迷们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能不能扳平比分 就看这一球了 防守方拦截了这脚传球 危机解除 队友来支援进攻了 张欣 球还在界内 他还在继续向前盘带 好机会能锁定胜局吗 结果还是认为能如他们所约 如果比赛最后有什么闪失的话 这个球可就关系重大了 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五分钟 看看这次传球 把对手的传球给抢了下来 王霜 视野非常开阔 挑了一个过顶 漂亮的拦截挡住了这脚传球 对手在边路给了他太多的空间了 这球该有了吧 还好有这个门将 保住了一线希望 这个时候再丢球的话 比赛可真的没有什么悬念了 脚球奔着进去去了 这个投球甚至都没能找准球门的方向 中场哨声响起